Hello again, it's me, Tara Welcome to my channel 我知道七夕上个月已经过了 我现在才想起来 舞台solo的我真的是记不住这种节日 我以前还以为情人节是8月14号 还是4月14号 等一下我查一下 等一下,情人节 情人节 哦, wait 2月14号,OK 有个14,我没记错 就是月份记错了 Anyway,今天就是挑选了 挑选了9支情人节 或者是七夕节可以送女朋友 或者是送自己的礼物 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开始 接下来就介绍顺序 以价格 还有我个人想要程度来介绍 第一支我要介绍的是来自 True 30 上一期有提到的 True 30的这款Donna 这款牌在第一位的原因有很多 一是它好闻 二是它的价格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这款差不多在五六百之间吧 先给你们仔细看一下盒子 它这个盒子是白色配金色的那种浮雕 True 30, Donna, Eau de Parfum 盒子上还有那种特别细腻的 那个鳄鱼纹路 手感特别好 那个盒子做得特别精致 我们打开看的话 它的瓶子也是有一点重量的 它的盖子也是做工非常好的 Focus 扣得也非常紧 如果你单手拿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款的咸掉是那种特别明显的水果香 有日本柚子那种茉莉花 橙花 还有睡莲 闻着也是特别有幸福感的那种味道 我有好几次我朋友结婚 我买的都是这款当礼物 这款的扩散也特别好 然后流香又长 新娘们都说特别喜欢 我也是很推荐这一支 你们可以去试试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 也是喜欢那种流香特别长的 下一款我比较推荐的是来自 三宅一生的一生之水 除了水的气味之外 还有那种小苍蓝莲花 这种荷糖月色出淤泥而不染的那种水滴 落在池塘了的那种感觉 它始终都是保持那种简洁干净的风格 这款很多人说都是特别低调的一个味道 但我觉得它是蛮抢眼的 其实这款的用料特别多 喷在身上你转个身啥的 它那个 sillage会 it will stay with you like through the whole day for the next one I want to introduce something from Dior 来自Dior的这个 Dior Missimo Diorissimo 这款是真的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甜润的茉莉花 那种很淡的那种温柔 是在皮肤上 就往生了闻的话 它是那种绿茶 它是那种绿茶茉莉 很鲜活但又很幽静 这款其实没有啥三调变化 但是即便你是那种年纪小的女生 喷着有一种附加千金的那种气质 它整体其实闻起来还是蛮中性的一款 我觉得男生和男生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种点花里胡哨的比较浓郁 那种性感一点的吧 我要推古池的这一款同名香水 Gucci by Gucci 这款有好多flankers 一定要记住是这个棕瓶金盖的 它就是一个特别性感的小女人 甜甜蜜蜜的那种蜂蜜味 蜂蜜配guava 帆石流 它们的那个组合完全一点都不腻外 带了一点杀气的那种甜美 纸粉味中带着一点冷裂 喷上身它是有一种独特的那种甜味 它尾调也加入了那种白色香 白色香闻起来就是那种特别温柔的味道嘛 如果晚上约会那种灯光比较昏暗的高级餐厅 when it lingers in the air 你们双方喝的微醺 特别带感 味道简直绝了 这是要下暴雨了吗 真的我拍着拍着视频后面越来越暗 我先开个灯吧 for the next one 如果你想整一点那种 playful 有童趣的 想要外观比较可爱一点的 我推荐Mesquino 2020年 刚推出的bubblegum 完完全全可以冲着它的瓶子买 味道也不会踩雷 如果你是走那种青春可爱风的妹子的话 这款绝对是你的香水 这款的香水味跟它的瓶身一样粉嫩 它的开出确实有一种水果冰棒 或者是泡泡糖的感觉 特别像小时候买的那个 大大卷泡泡糖 有没有试过草莓味和柠檬味嚼在一起的味道 特别像这个 它有糖果系列的花香软妹子 本妹 如果泡泡糖的这款是白天约会比较适合穿的 他们家黑色这款也很适合晚上 泡在橙汁里的那种木质调 有一种诱惑成人的味道 下一个我选一个清爽型的吧 是来自香奈儿的这个Chanel Chance 这瓶香奈儿是我好几年前拿第一分工资买的第一支香水 所以就看起来有点旧了 是我以前天天会喷的味道 很日常的一款 之后嘛要开始收集香水 遇到了更多的新欢 这瓶就没怎么喷了 这当时也是在我日本实习的时候买的 所以后面的签是日文 它喷起来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酥乳 柑橘调非常纯净又干净 非常干净 人畜无害 是天正无邪的一个小女孩 不会过于成熟的味道 也能突出女生的气质 绝对不会错的一支 但是较为偏招 OK讲了这么多商业香 我们来一点 烧龙香 如果你真不缺这个钱 有一款是我的花香调Top1 是来自Memo Paris的这款Grenada 我不太确定Grenada 有没有跟Grenade这个词有呼应 but它就是一个flower bomb 味道特别的gougie 有白花的甜香草的甜 你能想象吧 它的味道一定是超级的美 整个就是一个金灿灿的瓶子 送人也不然有面子 它这上面的纹路摸着也特别有质感 它后面呢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 Is the M means for moi Well 送人也是不有面子 我觉得是一款比较实穿的白花香调 如果有My Wedding Top 10 This would be Top 2 Or Top 1 Maybe Tiziana Taranzi的Kirke is Top 1 This would be Top 2 And 爱慕的那个 What was it again? Portrayal Woman is Top 3 如果上一款真的是贵的离谱的话 来一个平价一点的上种香 我推荐Montell The Sweet Peony 我记得我买这款的时候 心情也不是很好 当时刚被人放了鸽子 但是呢 哪有买香水不用解决的问题 逛到Montell的那个柜台的时候 我就抓了一瓶 然后我就无意间 Found this out 上身喷了几下 就瞬间心情好很多 结合了牡丹桃子 还有宫丁香为核心的香水 我很想说它是一款少女香 但也很想说它是一款夜店香 它给我的感觉 就是班比唱那个 牡丹牡丹 牡丹牡丹 那种感觉 特别swaggy 这个香味真的会飘好远的那种 飘到人家都会注意到你 这款喷两下就够了 要不然生死你 If you're on a budget 但又想要上弄香的香水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Montell他们家这款的 Sweet Paioni 好的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排行网中有你喜欢的香水 可以给我发个弹幕 或者在评论区讨论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关注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